观众朋友 下午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那么现在的人越来越繁忙 工作 生活 充斥着每个人的生活 但是在繁忙的工作学习中 很多人也越来越意识到 这个健身养生的重要性 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来的是 Yoga Wellness的总裁 以及国际健身养生文化协会的会长 陈素军老师 以及北京体育大学的教授 杨百龙教授 您好 二位 欢迎你们 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二位已经是 尤其是我们的老陈老师 已经是不止一次来到了 我们的这个WOW TV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了 那么今天呢 两位老师跟我们带来的 主要是有关于这个瑜伽气功 那我们一会儿来聊聊这个瑜伽气功 在一开始我们还是请杨老师 跟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Hot Yoga Wellness好吗 好 好 Hot Yoga Wellness呢 当时我们建馆的是2007年 我们开始建立这个Hot Yoga Wellness 当时呢就是说 这个Hot Yoga 非常地 popular 我们在建立这个馆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有那么多人喜欢Hot Yoga Wellness 那么出很多汗 大家觉得排毒 然后呢做完了很舒服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当中 我们这个排毒的出汗的这个系统 都基本上都消失了 对啊 没有什么运动 到处都是空调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觉得Hot Yoga把门打开了 让他们进来锻炼 然后呢进行Education 进行一个整个大健康的理念 主要我们有个大健康的理念 叫Wellness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说人的健康 你要知道怎么吃 你要知道怎么锻炼 然后你才能睡得好 然后你的情绪才会好 那么这个才是一个大健康的理念 所以我们就想就是Hot Yoga吧 Yoga它是从印度过来的 那么我们中国吧 其实也有很多很多 这种非常好的锻炼方式 比如说像健身气功 它很简单 适合各种的人群 那么我们想刚好这两个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锻炼的方式呢 就是应该是平衡的 我们有主动锻炼 有被动锻炼 被动锻炼像我们的推拿呀 爱磨呀 主动锻炼有我们自己参与的 但是主动锻炼里头呢 它也有一个阴阳平衡的问题 比如说羊的锻炼 那就是出汗啊 排毒啊这样啊 那么也需要阴的锻炼 要不然你出汗出的太多 那你排出去的太多 你没有一定的能量 是收也不行 那么我们就健身气功 是最好的最佳的组合方式 是 刚才这个陈苏军老师 跟我们解释了 这也是我刚才想请教他的 因为我们这次呢 来讲的这个题目呢 就是这个瑜伽和气功 其实说到瑜伽 说到气功大家都很了解 但是把这个二者结合为一个 可能很多人就有一些confused了 但是呢 刚才我们陈老师 已经跟我们讲了 它是一个内外的一个结合 是体现一种不同的形式 是吧 对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瑜伽吧 其实就是讲一下 就是实际上就是等于印度的气功 是 气功嘛就等于好像中国的瑜伽 实际上是呢 都是差不多从不同的角度上面来 一种锻炼的方式 但是因为随着温度的不同 因为我们把它设定了一个温度 这个温度呢是人体的温度 内部的温度 在这个温度状况下 又保持一定的湿度 让你去锻炼去做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采用的都是瑜伽的动作 那瑜伽呢 它是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分开来 就像一颗颗珍珠 对吧 那么这种的方式 而健身气功嘛 它是配着非常漂亮的音乐 然后呢 就像流动的那个水 我们所想叫moving meditation 它就把一颗一颗珍珠给串起来了 所以说呢 当你练瑜伽 你练到一定的程度 在你去参加健身气功的话 非常容易接受 而且呢 你的身体的整个的 我们讲经络都打开来了 也很容易就是 接受外气啊 或者是内练啊等等 都很有好处 是 那么刚才程老师呢 也跟我们介绍了 说他们的这个 Yuga Wellness呢 是2007年成立的 其实他们到现在 已经有两万多学员了 而且有七个这个分馆开设 那么我想问一下 听说您这个 整个是我们这个公司 还有一个 对瑜伽老师的一个 培训课程 您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瑜伽教师培训呢 我们是被国际瑜伽联盟 和国际瑜伽治疗师联盟呢 认证的学校 也就是说我们培训 他们授权给我们 我们培训的学员的话呢 就是考出来的这个证呢 是世界通用的 到哪儿呢 都可以用 那么但是我们 有我们的特色是怎么呢 就是说我们增加了 中医的基本理论 和健身器工的内容 所以我们的瑜伽老师 培训出来呢 就他不仅仅 他是一个瑜伽老师 他也可以自己呢 也会两套健身器工 也能教健身器工 也就是被为我们今后的 这个瑜伽老师的这个提高吧 也打下了基础 因为我们明年呢 会开展瑜伽器工 治疗师的培训 哦 是这样 对了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这个 安省或者多伦多 好像瑜伽老师的 培训的课程 应该是不少的 对 但是像您这种 等于又把这个 器工的元素加进去 应该是属于算是 多伦多唯一的了 对对 那是我们唯一 可能现在我们在 国际瑜伽 治疗师联盟分纪的 也是我们是第一家 那么其实呢 刚才我们的这个 陈老师一直在跟我们讲到 这个器工 瑜伽器工呢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 还要请来 我们的这个杨柏龙教授呢 就是主要想让他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器工这个方面 健身器工 健身器工 那其实我们的杨柏龙教授 他是7月份 刚刚从这个 北京这个体育大学 被请来的 那么来到我们多伦多 来在这个 专门为老师这 开始这个课程 对啊 对 所以我们非常有幸 那我们请这个 杨教授 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器工好吗 器工啊 是个大概念 是吧 刚才又谈到 这个健身器工 这个健身器工 实际就是属于是器工的一个当中 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它包括了古代的导引啊 安桥啊 吐纳啊 所有的这些健身工法 一个组成 一个组成 那么近几年呢 这个中国呀 这个组织了一些专家教授 专门编创了 有九套 对内对外 普及的这么一个推广的一个工法 把它叫做是健身器工 这个健身器工的话呢 其实从本质上跟这个器工啊 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本质上的区别 它所谓区别的话呢 就是呢 它是组织了全国的一些专家 包括多学科 相关学科的一些教授 和科员 人员 这个以科研课题的形式 进行组织变创 所以相对来讲呢 它是比较科学的 安全的 健身效果呢 是比普通这些器工啊 要明显 会不会也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 如果他没有这种器工的基础 会不会比相对好学一些 对 这个健身器工的话 应该是好学的 老少皆宜呢 老少皆宜 一般都拿器工跟泰拳来比较 是 没错 泰拳的话呢 就相对的就比较难了 对 因为它内含的话 它主要是有工房含义的 它对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 那咱们器工的话就不一样了 它动作比较简单 易学 而且它的动作的话 针对性强 它是几个现代啊 体育科学啊 在各个里面研究的一些成果 特别几个 中医的一些基础理论 各种人整体的 从内到外啊 各个丈夫啊 器官啊 考虑这些多方面因素 创建而成的 就等于是您在 比如我教这个养生器工的时候 一边在教有理论 也有实践 是同时进行的 是不是 一般的刚开始入门的话呢 就是主要是以学工法为主 以学工法 工法涉及到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基础理论呢 会介绍一下 它不是以这个理论为主的 当你练到相当的程度了 他对这个理论也开始感兴趣了 说这个时候呢 要了解一些 他的一些技术 相关的一些技术 是 那陈老师 我在这儿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杨教授 您是比如说战时这段时间请了 还是说之后一直就在我们这个公司呢 我们是战时请 因为我们每年的教师培训呢 我们分两种 一种是weekend的 一种是intensive的 七月份我们有个强化班 就是白天都有 那我们这样把杨教授醒来 就是白天晚上都可以上课的这种的 还有weekend的话呢 我们一般就是说固定 就像我们九月份十月份 我们有这种班 那么我们也会请 有的呢就过来会做的时间长一些 半个月啊一个月的 像杨教授这样 因为他的时间是很忙很忙的 对 对 好不容易把他请来的 所以说这一次这个机会 应该是非常难得的 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 那以后可以再来 对 以后可以再来 但是呢 这是非常短暂的一个强化的训练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要想去学一些瑜伽的课程 或者有意成为未来的这个瑜伽老师的话 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不但可以学到这个瑜伽方面的一些知识 而且可以学到我们中国的养生气功的 这个一些知识 因为我们有这个教授 杨教授专家在这可以为您做现场指导 所以真的是机会难得 那么如果您想去参加这个瑜伽的健身 或者说这个课程之外呢 就可以根据我们屏幕上的地址 来与我们陈老师联系 或者与我们这个杨教授联系 都可以 也非常欢迎您 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写着我们的采访 谢谢您 让我们知道了很多这个知识 瑜伽方面的知识 我也希望能够很快成为您的学生 好啊 欢迎 好 谢谢二位 谢谢 好 我们进一段滚高 一会再回来 谢谢